保衛國家嗎 你得你也上去保衛國家嗎 連疫苗都拿不到 你要保衛什麼國家 你憑什麼胸部立法人 跟道歉 道歉 你也是誰 七十塊快衝到蘇貞昌面前對罵 國民黨立委鄭立文 為了台灣要不要爭取 發展核子動力前見 跟蘇貞昌存牆舌戰 如果真的要玩軍備競賽 我們怎麼打得過 你是要投降是不是 我是說要不要發展核子動力 不利潛艦啦 聽清楚 拿手手我就敢拚啦 一定 我怕到時候投降的第一個是你 第二個是蔡英文 你院長 再聽 聽到尾更小 關鍵字 鄭立文氣炸暴怒 你坐上前要求蘇貞昌道歉 蘇貞昌也動怒 提起一九九六年 鄭立文還在民進黨時的往事 你只要拜託我給你指選 還要我拉著你的手 含動算 我針結丟臉 論證的地方 主席蔡屈昌趕緊大圓場 結束一場衝突 我們看到昨天在國會的現場 這個場面真的是很火爆 為了要不要發展核子動力潛艦 鄭立文質詢到最後跟蘇貞昌 是互槓起來了 我們先來請教瑞德哥 看到昨天鄭立文說 他很怕第一個投降的就是你蘇貞昌 第二個就是總統蔡英文 聽到這樣的話蘇貞昌也是爆氣也是動怒 蘇貞昌就說 不像你這樣不敢說 好那我們看到呢 在蘇貞昌講出這句話之後 鄭立文直接衝到這個質詢台前面 跟蘇貞昌這樣子大小蝦 今天瑞德哥今天最新的發展是國民黨黨團開了記者會 要求蘇貞昌一定要道歉 好如果不道歉 國民黨說建一次罵一次 而且還要對蘇院長提告喔 來請教一下瑞德哥 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嗎 國民黨一方面說蘇貞昌要道歉 為何不建小三個字要道歉 另外一方面說那麼這個建一次 如果蘇貞昌不道歉 建一次這個罵一次 第三個說要提告 你罵一次啊 你看看會不會你要告人家 人家不用靠你嗎 如果就法律言法律 你不是矛盾了嗎 那麼事實上 不管你怎麼講 我覺得這件事情已經踩到國家的底線 因為鄭麗文呢 你身為立法委員 就用鄭麗文那句話回他 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不過是個立法委員 我講白的 我旁邊有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是人民選出來的 四年一次人民就可以把你把你給fired掉 你知道嗎 你只是代表人民 你以為你非常的大到可以把行政院長 可以把總統當作這樣子狗在罵嗎 不客氣講就是這個樣子嘛 連投降第一 投降第二都可以講得出來 那何須要三軍統帥 何須要中華民國呢 何須要立法院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在這個指責人的時候呢 從來不會去一隻手子都指別人 從來沒想到四隻手子都指自己啦 那至於我個人更覺得這個難過的地方是啊 那麼蘇貞昌院長他有說啊 當年那麼1996年他那個鄭麗文要選國代的時候還拜託他去幫他這個助選啊 助獎啊 然後他現在覺得覺得非常的這個深以為那個難過就對了 深以為恥啊 那麼我剛剛好你告訴我我當年沒有幫他助獎 不然我也會覺得深以為死啊 我講真的啊 各位 歷史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鄭麗文今天又開了個記者會 他說他當時年輕的時候二十幾歲的時候加入民進黨是因為充滿理想 當時的民進黨是充滿理想的 後來民進黨呢 那麼什麼 又往金錢 又往權勢對不對 整個都變掉了嘛 1996年2月5號 有人在台北火車站前面掛起 台灣不屬於中國的紅布條 並且提出了四項共同呼籲 這四項共同呼籲很像蔡英文的四個堅持 那麼包括反對 呼籲中共立刻停止武力犯海 第二個是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人那麼決定 不容外力介入 第三個是反對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優於任何意識形態 第四是台灣不屬於中國 兩岸 那麼兩岸呢 事實上呢 應該要各自尊重 這四個堅持如果放到這樣 這四個共同呼籲如果放到現在 請問你跟蔡英文的這個四個堅持有什麼兩樣 那也是台獨囉 你知不知道發起這四個堅持 你四個共同呼籲的人誰 鄭麗文啊 你知道嗎 就是你鄭麗文啊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事實上你可以請問你一件事情嘛 當時在1990年的時候 民進黨已經拿到了這個政權了嗎 還沒有嘛 那麼當時蘇恩湯 那麼幫基於同志之情啊 以長輩的身份呢 幫你站台 以民主的前輩的身份呢 那麼幫大家推薦你啊 去選這個相關的國大代表 後來鄭麗文也順利的成為國大代表 然後呢 那麼現在鄭麗文今天開記者會說 他回去昨天晚上回去找相片了以後 找出那一張當年的相片 他說他記不起來 現在終於記起來了 說那麼蘇貞昌為了這個小恩小怨 小恩小怨小恩小怨呢 記在心裡面 我現在鄭重的呼籲包括蘭營的朋友 以後都不要去幫鄭麗文站台 你幫他站台 在他心目中認為 這算什麼啊 你知道嗎 這算沒什麼嘛 你幫我站台沒什麼嘛 對不對 你知道我心目中 你幫我站台應該的嘛 你這個是小恩會而已 哪算什麼記那麼清楚幹什麼呢 那麼事實上啊 這就是鄭麗文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遺憾 為什麼呢 過去有幾位曾經在接受過民進黨的 也不能說喝民進黨奶水 因為民進黨沒有什麼奶水 不像國民黨一樣 但是接受過民進黨很多栽培 那麼在野百合 在很多學運裡面呢 能夠脫穎而出 以年輕人的身份呢 能夠去選國代 選議員 那麼選立法委員 那麼多的一個協助 這麼多長輩的提息啊 結果到後來 繞得一個二十年後告訴你 這是小恩小怨而已 那哪有什麼嘛 對吧 各位 今天即便是 在台中海線二選區的那個 那個顏青標啊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我永遠不會忘記 為什麼 當年在宋楚瑜脫離國民黨 競選總統的時候 顏青標曾經講了一句話 吃人一口 害人一道 你知道嗎 人家幫忙過我們 我們要永遠放在心上 這才是台灣人啊 真的台灣人是這種人 你知道嗎 什麼人家幫忙過 我未必會講出來 但我心裡面會記得 不會有人 人家幫忙過 忘記了 二十幾年後 哎呀小事 何必重提呢 你知道嗎 這就是正立文 但我們尊重他啦 因為呢從當年啊 那麼鼓吹 聽說他當年都還有這個 比如說鼓吹台灣獨立嘛 等等嘛 然後現在呢 搖身一變 完全是我們不認識的人 那他自己有他的選擇 他的人生有這樣的變化 我們只是覺得非常的難過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曾經是有那麼好的一個機會 那麼多人來協助他 還有今天 他在昨天 算昨天 他在立法院 質詢行政院長 不是只有在執行他立法委員的 相關的職務而已啊 給立法委員跟各地的議員啊 那麼在質詢的時候 免責權 不是為了讓你羞辱人 你弄錯了 我們台灣的法律也曾經把 包括議員跟立委 那麼在質詢的時候 涉及攻擊別人 你知道嗎 那直接給他判刑的 都有 答案問題是 那麼我贊成昨天 行政院長蘇貞昌這樣反擊 你知道嗎 如果不這樣反擊的話 那算什麼 你知道中共國台辦 今天怎麼說 從10月1號開始 4天之內149架軍機 來繞台灣 這是伸張正義 我怎麼沒有看到 這個鄭麗雯出來 話著 說兩句話話 說兩句話 今天國民黨出來開記者會 話著大聲聲啊 所以以後遇到這個蘇貞昌要怎麼罵 我怎麼沒看到國民黨為了這個 跟國家大事有關係的事情 那說起來 讓人乒乓一下 怎麼沒有 跟台灣有關係 跟台灣這兩岸對峙有關係 你怎麼遇到了這個共產黨 什麼都丟回來 你在罵說什麼 民間黨也好啦 三九也好啦 大家抗中保台 說只會搞兩岸對峙 你們在面對要消滅我們的敵人的時候 你們是什麼嘴臉 你們是什麼態度 可是你搖身一反 你看看 你看看朱立倫就好了 他在面對中共 習近平的賀電是說 我們都已經講好 明天早上有管道九點一起戳布 你知道嗎 但是裡面還在那個賀電 人家賀電的回函裡面 痛罵這個民進黨 然後呢 反過頭來以後 面對自己經過民主投票人民選擇的 其他政黨 竟然是這樣的一個攻擊的嘴臉 這就是中國國民黨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我覺得非常可惜的是 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者 幾乎年紀都非常的大 越來越大 這次投票三十七萬裡面呢 竟然超過七成以上 都是年紀超過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這樣的政黨 沒有年輕人支持的政黨 最後的結果 當然一定會被時代淘汰 而沒想到鄭麗文 你最後竟然選擇了這樣的政黨 昨天看到鄭麗文在場上這樣質詢蘇貞昌 十七姐這邊怎麼看 因為現在國民黨團 說這個蘇貞昌這樣也不會更小 說這樣是踐踏國會的尊嚴 是羞辱立法委員 那民進黨團呢 今天也開了一場記者會 民進黨說這個國民黨 都是對手足 都是非常有戰鬥力 但是對外面都是這樣吃軟Q 怎麼會這樣呢 來這個十七姐怎麼評論這個事件 看起來雙方兩邊昨天應該都是動了氣 那可是呢 對於這個到底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行使他的職權 質詢官員的時候 你有沒有羞辱官員 我覺得那個前提應該要先講 就鄭麗文其實擺明了是要來吵架的 就是他他用他用一種人格摧毀式的方式 來扣你行政院長帽子說 你會是第一個投降的 對說這個對於這個院長來說 我認為你摧毀我的人格 這件事情我適可忍孰不可忍 我未來我要如何領導這個國家 就是哇你看院長是第一個會投降的啦 那我們大家也就不用這樣子努力了 說這件事情的影響面是很大的 那所以當這個國民黨好氣噗噗說不行 你怎麼可以這樣羞辱委員的時候 你是不是先羞辱了行政院的官員 說其實是你羞辱人家在先 但是你有言論免責權 好像我羞辱你應該的 你要反羞辱的話 我就不 我就絕不接受 更何況鄭麗文是代表一個 經常發出投降主義言行的政黨 還不分區 你就是黨的門面 當你們這個政黨的言行三不五時 就出現了投降主義的時候 你還回過頭來 反過頭來 指責別人會投降 說這件事情誰都會看不下去啦 那所以我覺得蘇院長 我直求對決的反擊 讓大家我很驚訝 因為沒有沒有看過這種火辣辛辣的 這種對嗆 儘管有些人覺得說不要動氣啦 不要流於情緒 但是我覺得把話講清楚 也是也是一個讓大家知道 那個過程的一個好處 那我認為蘇院長在意的是說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堅持 有沒有忠心思想 有沒有他的理念維持一貫 那我相信對於鄭麗文這樣子的角色 蘇院長長期這樣子 等於是說看著他長大了 他從大學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從政 一路上面蘇貞昌是看著鄭麗文長大的 那所以鄭麗文在當中的這些轉變 完全都牽涉到理念以及他的初衷 對於這樣子的轉變 蘇貞昌不爽 蘇貞昌有火氣 難免我認為因為這件事情 忠心思想堅持理念這件事 對蘇貞昌的從政來說 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當他堅持了這條線之後 你還用人格毀滅 是說你會投降 這個我覺得說不過去 更何況回到你質詢的這個鄭麗文 回到你質詢的內容上面而言 你的內容毫無邏輯啦 沒有買核資潛艦就叫做投降嗎 所以臺灣一定要發展核資潛艦 然後你要叫蘇貞昌說 對我們要買 我們要做核資潛艦 然後我們做的核資潛艦說 這個叫做軍備競賽 到底是要做還是不做 到底要擁有還是要沒有擁有 就是你一開始的邏輯 就自相矛盾嘛 更何況不叫做說有了核資潛艦 才叫做不投降 這是兩碼子式嘛 我們在其他方面都在不斷的充實 我們自己的這個國防武力的時候 然後被你這個投降主義的政黨的不分區立委 然後回過頭來說 你這樣子打不贏啦 所以要怎樣 所以你覺得應該要怎樣 我會覺得說可不可以質詢 要有一點素質 就是你的水準不要這麼的差 邏輯麻煩要一致一點 否則你用這種動 你用這種羞辱官員的方式 好像覺得我好讚 我好會吵架 我吵架吵贏了 那你不應該去當國會議員啊 你當吵架王嘛 你去當吵架王 如果有這種比賽的話 你趕快去比啦 如果你的專長是在吵架 而不管這種邏輯的話 我覺得就是愧對 真正愧對立委職務的 就是這種人 然後你們自己愧對立委職務 然後跑去罷免另外一個 明明沒有愧對立委職務的激進黨 我是覺得荒謬啦 這個政黨荒謬啦 國民黨現在就是要逼這個蘇貞昌院長 趕快來道歉 不過院長我們看到今天他面對這個媒體訪問的時候 態度是非常堅定 他強調說他昨天會這樣講 他是抵抗叛徒撥亂反正喔 我們稍後回來一起來聽蘇院長今天的最新回應